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巴基斯坦是我今年首次出访的第一站 中邦高度重视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关系 始终把中巴关系置于中国外交优先方向 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 斯路基金三峡集团与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伊斯兰堡共同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度 据悉 这是斯路基金首个对白投资项目 总投资金额约16.5亿美元 标志着斯路基金开展实质性投资运作 迈出了重要一步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红林 红先生你好 刚刚我们提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号的时候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同意将中巴关系由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成为全天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想请教您 什么是全天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前者相比后者做了怎样的增进或者是补充呢 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中国和很多个国家那么都是建立了战略性的伙伴关系 但是这个伙伴之前那么会有很多的定义 比如说合作协作等等 而这一次呢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原本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 而历史上呢大家都知道中巴两国的友谊可以说远远流长 尤其是在很多重大的场合 那么两个国家相互支持相互扶持 这样的一个友谊是经过了历次重大事件的那种考虑 因此这次两国领导人把它定义成一个全天后 那基本上是涵过所涵盖所有的时间 包括涵盖所有的领域 而这一点那么和中国和其他国家所构建的任何一对双边关系中 那么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谈到 还没有碰到过 那么可以说这也体现出 那么两国领导人对于未来中巴两国关系的一种发展 所寄取的一个厚望 此外习主席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 思路基金对外投资也签下了价值百亿元的首单 那么这个项目就是巴基斯坦的水电开发项目 我们想请教一下洪先生 为什么这个项目能够进入思路基金的事业 并最终成为首单呢 而这个项目对于中国以及巴基斯坦两国来说的话 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们知道思路基金 那么也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规划以后 那么牵头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基金 而现在看那么它的第一单那么一定有着非常明确的意义 那么至少象征意义非常的强 而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而且呢也是一带一路战略 我们中国走出国门以后的第一站 考虑到中巴之间的那种关系 那么这样的一个选择 它就不同寻常了 那么可以说巴基斯坦它是一个就是相对落后的一个发展中国家 那么在基础设施啊 包括像水电的建设等等 那么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而思路基金的第一单那么将会被巴基斯坦这方面的建设 那么提供很大的一个便利 那么可以说这个项目如果能够顺利的起步 对于思路基金的运作 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的那种推进 那么都是有着极强的那种示范意义 因此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项目不仅是思路基金 那么提出的第一步 同时也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规划过程中 那么极具示范意义的一个项目 好的 谢谢红林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今天上午福建广东和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正式的接牌运作 其中福建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为 立足两岸服务全国面向世界 要建设成为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 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 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尤全 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接牌 并向第一批入住福州片区的20家企业和机构 颁发证照 这些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商贸 金融服务外包和电子商务等领域 对于自贸试验区建设 先期入住企业信心满满 福建这个政策优势很明显 第二个后发优势很明显 我们准备先到发起设立自贸及投资发展公司 这个我们目前正在做方案 住在日本第一期准备搞10个亿 用于自贸营区的项目和股存投资 自贸试验区建设 金融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为更好建设两岸服务贸易 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 中国银行特别设立了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分行 在金融的创新里面 主要是如何更好的服务投资和贸易 这两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而在目前的自贸区概念里面 所有的资金可以在一定的限额之内 进入区内的企业使用 所以这个融资的通道打开 对企业是非常有好处的 金融开放是福建自贸试验区的改革重点 在今天举行的福建自贸试验区政策说明会上 企业实行一表申请 一口受理一正三马 全国率先实行 一掌通3A移动税务平台等 30项重点改革项目正式出炉 而此前三个片区已经启动实施 65项重点改革项目 强保之中的自贸区 也给福建带来了美好憧憬 业内人士也预计 福建自贸区在投资管理体制 外向型经济转型 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的四个方面 会有所新的突破 自贸区潜力无限 精彩可期 董南卫视记者福州马尾报道 福建自贸试验区今天挂牌 而如何发挥对台优势是一大课题 那么目前福建方面又有怎样的思路呢 我们马上来听听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郭叶教授的看法 据我所知就是两岸对接 我们主要在先进制造业 还有金融业方面进行对接 特别是在金融业 其中一个是融资租赁 因为台湾的融资租赁做的很不错 而我们现在在厦门片区呢 主要也要做两岸的融资租赁的G级区 所以我们这块可以跟台湾对接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物流业 物流业里面其中也包括金融 物流金融 供应链金融这块也可以跟台湾对接 那么还有一些包括大宗商品交易 包括一些衍生品 我觉得在金融方面可以以厦门为核心 跟它进行对接 因为厦门现在已经有了两岸金融中心嘛 所以已经有了一个平台和一个基础 看来两岸金融对接是厦门片区的一大特点 那么福建自贸区的另外两个片区 福州和平潭 他们又有哪些特点呢 那么并且三大片区的发展 未来会有怎样的难题 我们继续来看郭叶教授的分析 福州呢 主要就是我的感觉 主要是要发展先进制造业 当然也提出了我们要进行一些金融创新 但我觉得先进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核心 因为它有一定的基础 那么平潭呢因为它是一个岛嘛 所以主要还是 我的感觉还是做一些国际的旅游岛的项目 还有一些自由港 就是三个片区的侧重 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 这样才能发展 那么说到难题 我觉得因为我们自贸区 还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不光包括这个物流 还包括金流 所以最大的难题应该是风控 风险的控制 所以政府也提出来 我们一定要进行事中事后 包括事前的监控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在我们建立自贸区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和难题 好的 谢谢郭毅教授 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 据环球时报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为联合军演增加肌肉 20号登场的年度兼并兼军演的参加人数 已经是过万 那么规模是达到了15年来的最大 令人关注的是 美国充当起这一次军演的主角 不仅是参与人数超过了整个参演军队总人数的一半 而且参演的飞机和军舰也远超过了飞方 4月20号 代号为肩并肩的非美年度联合军事演习 在非武装部队总部阿吉纳尔多军营拉开帷幕 演习将持续至30号 共有近1.2万名官兵92架飞机和4艘军舰参演 环球时报援引外媒报道称 菲律宾总统阿吉纳三世日前的接受采访时间称 肩并肩联合军演并非针对中国 并强调这是年度军演 但国际舆论并不详细非方的外交辞令 美国广播公司称 尽管菲律宾说演习不针对中国 但演习的部分地区正对着有争议的地区 演习显然与该地区酝酿已久的冲突有联系 半岛电视台称 参与人数的增加 尤其是美国军方力量的显著增加 是在发出炫耀武力的强烈信号 随着美方参演军人增加的 还有非方的反感 20号 不少菲律宾民众在美驻飞大使馆门前抗议 指责美国以中国为借口获得军事机 美飞肩并肩演习 并不能帮助菲律宾解决与中国的海上争端 相反 军演将是美国对菲律宾主权的另一次侮辱 菲律宾政党新爱国联盟如此表示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评论称 今年的肩并肩军演 不过是各怀鬼胎的肩并肩 相关好题 我们来连线两位时事评论员 分别是北京演播室的红林 以及台北演播室的杨太顺 刚刚短片中我们看到 在20号登场的美飞年度肩并肩军演的规模 是达到了15年来的最大 尤其是在美军力量是显著的增加了 那么于是就有外国媒体是分析说 这是在发出一个炫耀武力的强烈讯号 想请教一下 对于这种观点应该如何来评价 我觉得这次的军演 那么极切是一个炫耀武力的一个信号 我们知道美飞之间的这种肩并肩的军演 已经举行了很多年 那么像美国的军队 那么不远万里 那么到菲律宾参加这样的一个联合军事演习 那么按照惯例来讲 那么当地国家的军队参业的人数 那么一般来讲相应会更多一点 但这一次的肩并肩军演 就是美军参业的人数是超过了菲律宾军队的 那么这个一个体现出 就是美国重返亚太的这种战略的背景下 美飞的肩并肩军演 那么确实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那么一是美国方面要炫耀武力 另外一方面 菲律宾方面要借美国大哥 那么在一些地区的事务上 那么体现出他的立场 那么就是寻求意外势力的支持 那么使他在南海等等相应的一些地区性的问题上 那么显示更强硬的一变 那么似乎美国老大哥来了 那么对自己可以形成更大的一个辞职 我觉得今年肩并肩的军演 那么传递的信号主要是这两点 我基本上不认为说 这是美国刻意在炫耀武力了 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 表示跟菲律宾之间的联盟关系的一个强固跟保证 因为在这一次的演习里面 总共动员的兵力也不够就是一万一千个人 如果跟这个美国在过去跟韩国 或者跟日本 或者美韩日 这个三方面所联合的这军事演习 比较起来 动辄这个将近十万人的这种 这个武力 兵力的出动 那这一次可以说是小屋见大屋 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演习里面 美国并没有派航空母舰进来 只有四艘的这个驱逐舰来参与这一次的这个演习 可是因为毕竟菲律宾它的这个腹地有限 美国就算说想要炫耀武力 那其实有一点拿大炮来轰小鸟这样的味道 其实这一次的美非联合军演 在菲律宾国内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在20号的时候 不少的菲律宾民众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门前抗议 指责美国是以中国为借口获得军事基地 那么另外也有许多的政党和团体在批评美国 来菲律宾军演是侵犯菲律宾主权 并且质疑菲律宾军方频繁的与美军来搞联合军演 但却是依然落后 我们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声音 那么在菲律宾 那么一些人认为 就是美国的介入 那么可以使菲律宾在一些地区事务的争端的过程中 那么得到一个强力的一个外援 那么使自己不至于因为实力软弱 那么吃亏 另外就菲律宾的选择来讲 那么现在主要是安全上靠美国 但是经济上更多的是靠 那么这个地区 其他的一些国家 包括我们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菲律宾对外贸易往来 那么可以说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和中国进行 因此在菲律宾国内 本身就有很多人怀疑 就是安全上靠美国 经济上靠中国这样的一个战略 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如果说菲律宾的安全 并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威胁的情况下 它完全可以不用搞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外交 那么就是说 那么放平心态 那么和周边的这些国家搞好关系 因此这一次在菲律宾 很多民众看来 就是美国介入菲律宾战的军演 那么包括介入菲律宾的事务等等 应该说占便宜的并不是菲律宾方面 可以说菲律宾方面 从这一点上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相反 它更多的是美国所利用 因为美国重返亚太以后 它需要新的基地 而重返菲律宾以后 那么一直在打菲律宾 那么一些著名的军事基地的主意 比如说苏比克的海军基地 那么克拉克的空军基地等等 那么希望能够恢复在菲律宾那种驻军 因此可以说 那么对于美菲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军演 那么菲律宾的民众更多的是看 它对菲律宾未来的发展究竟有没有好处 如果说没有好处 占便宜的是美国的话 那么他们有不满就很正常了 在美国常驻菲律宾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难免也会有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像美国人的这种恶行恶壮 那种军人的优越主义什么等等 也让菲律宾成为一个心头的恨 那所以这些旧恨 那么当时间到了时候 难免就会被重新呼唤出来 那另外一个 过去美国人在菲律宾建设的时候 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的军事大国 也同时是经济大国 所以可以在经济上面 给菲律宾很大的挹注 所以菲律宾尽管对美国人有所不满 也是敢怒不敢言 可是这几年的美国的经济实力 已经不如以往 那么尤其中国又在推动 一带一路的这样一种政策 那未来中国的发展 对整个东南亚经济的整体的提升 我们可以有所预期 所以菲律宾人也很渴望 能够跟中国来加紧这些合作关系 能够在中国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也可以蒙受其力 那如果说今天菲律宾人为了一些外海的这些小岛的争夺 那么就必须要整个投向美国的这个怀抱 那么造成他将来在经济的发展上面 没有办法分到这个中国崛起的这个红利 然后再一方面呢 美国又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经济情况 不如以往 没有办法给菲律宾太多在经济上面的挹注跟支持 那么使得这个菲律宾最后可能变成 军事上面也得不到美国实际的这种帮助 因为菲律宾毕竟它的这个领土有限 它的人口有限 它也不可能去支持一个庞大的一个军事机器在那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人所给菲律宾的 只有让菲律宾继续做一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二等国民 所以这是菲律宾人他们最不愿意看到 所以对于今天菲律宾人一面倒 要去支持一个已经在没落中的一个帝国 美国 这个对菲律宾来讲 的确是有很多的忧虑在里面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与点评 再来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从北非和中东前往欧洲的地中海偷渡航线 这一周来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航线 本月13号以来 地中海上连续发生了三起重大的偷渡船沉没事故 死亡总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了900人 其中光是在19号这一天 一艘偷渡船在利比亚的外海沉没 而船上约700名的乘客大概只有28人获救 而另据统计 去年至少有3500人在地中海海域偷渡时遇难 那么地中海已经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偷渡海域 面对地中海上接连发生的海难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9号的时候发表声明 希望欧盟能够增强地中海海域的搜救能力 而欧盟外长也在20号晚些时候 在卢森堡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近期越发严重的偷渡船沉没事件 成千上百的偷渡客葬身大海 真的是令人震惊 而这其中有不少所谓的偷渡客 离开他们所生活的地方 只是因为那里有战乱 面对这一系列的人道主义灾难 一方面我们希望有关的国家国际组织 能够加大力度进行灾难的救助工作 来打击组织偷渡的这些舌头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战乱发生地 能够告别战争 还云云众生一个清平的世界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位了不起的小姑娘 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20号的报道 在4月18号的英国达人秀舞台上 年仅9岁的小女孩 杰西 简 麦克 帕兰德 五刀弄剑 精湛的技艺让在场的评委和观众们 都目瞪孔开 据了解 从3岁就开始学习武术的她 精通 柔道 搏击等多种武术 那么去年开始学习了剑术 小小年纪已经囊括了 包括像是世界武术协会 少年组搏击冠军在内的 117项武术界的奖项 而她未来的目标是冲击奥林匹克的 相关项目的奖项 小姑娘杰西的表现 让一向以严格著称的评委 也开起了玩笑 希望她能够为自己当一个私人保镖 那么这位西方的小姑娘 也是应了咱们中国的那句老话 自古英雄出少年 我们再来看在印度方面 胖嘟嘟的天线宝宝 因为纯真可爱的形象受到全世界许多小朋友们的喜爱 但是你见过这样 由三个标形大汉扮演的天线宝宝吗 那么他们这个组合 甚至还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做印度宝宝 印度宝宝的成员其实是三名英国的男子 他们分别是肖恩 以及肖恩的儿子泰勒 还有他们的好朋友菲利普 他们已经为印度的一个名为幸福家庭的流浪女性避难所 抽集了三万英镑的善款 并且是帮助了当地的女性来改善生活条件 为了帮助流浪女性避难所 这三名英国男子不惜是顶着40度的高温 穿上胖胖的天线宝宝服装 走遍印度来筹款 这样的举动远比那些为女士们开门和让座的先生们更为的绅士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为这三位有善心的英国绅士们点赞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关注 靖国神社今天开始春季大季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前往参拜 而是献上了真神祭品 他这么做的考量是什么 而安倍就即将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称 历史认识上人会继续来继承村山谈话的基本看法 但没有必要再写一遍 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着什么药 那么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杨泰顺有独家的观察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新闻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据中新网报道 日本靖国神社从21号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春季例行大季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前往参拜 而是在首日的早晨供奉了真神祭品 据日媒报道 安倍此次是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 供奉了被称为真神的贡品 此外 日本后生劳动向延齐公九 众参两院议长丁村姓孝和山齐郑昭也供奉了真神 日媒指出 在中韩两国强烈反对安倍参拜的背景下 美国也希望东亚保持稳定 安倍有可能为了避免对26号起的访美造成影响 选择了这样的举措 1978年 前身系东京招魂舍的靖国神社 在秋季大季期间 将包括东条英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入辞 靖国神社由此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据了解 自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 安倍在靖国神社春季和秋季例行大季期间 均以供奉真神等来代替参拜 以谋求保守派的理解 但在2013年12月 作为日本在任首相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 并多次奉上贡品 其对历史的态度一目了然 20号晚间 安倍晋三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中 就即将于今夏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表示 将不会拘泥于时任首相村山富士谈话中明确写入的 殖民统治与侵略 以及由衷道歉等措辞这一想法 安倍称 谈话将以日本的过去 及对之前战争所做的反省为基调 将主要强调 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国家道路的历程 和对区域及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 对于安倍的言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地倾听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的正义呼声 切实地来恪守日本历界内阁在正式和反省亲人历史上做出的承诺和表态 拿出诚意 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21号晚间 安倍启程前往印尼 参加在该国举行的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首脑会议 也将面对亚洲各国领导人发表有关战后70周年的演讲 据悉 安倍将发表约5分钟演讲 在表明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 他同时将强调 作为和平国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贡献 并显示出为了地区的稳定 今后日本仍将履行职责的姿态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影博士 柯竹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贺南 那就此话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影博士的两位嘉宾 中国文化大学杨太顺教授 你好 时事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知道今天是 晋国神社春季大季的第一天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进行参拜 而是选择向其供奉真身祭品 他选择这么做的考量是什么 他本人去跟不去有什么区别吗 杨教授 那区别非常大 因为我们这些邻近的国家 尤其是过去曾经被日本侵略过的这些国家 我们对安倍他去祭拜这个晋国神社 向来都有非常强烈的反应 那也因为这些国家一个很强烈的反弹 那美国在寻求东南亚一个稳定的局势之下 就一再地告诫安倍你千万是不能去 所以安倍在第二任就任以来 那么就从去年一直到现在 那他几乎都没有去过 那所以他就只是以这个贡品的这种方式 而且还说这个贡品他们日文叫做审品 所以他自己出钱买不是拿政府的预算买的 那一方面就是去讨好这个右翼的分子 表示说我也很关键我也很支持你们这样一个动作 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试图不要去得罪美国 尤其是不要得罪这个周边国家 不过这样子一个动作其实是很难凭他们内心的一个激愤 因为毕竟你还是有做出一个表达的这样子一个动作出来 所以就这方面来讲去跟不去差别不大 可是不去毕竟使得这个以前受过日本侵略之苦的这些国家 比较没有一个直接批判的一个目标 那其实我们看自1978年以来 3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 参拜建国神社已经成为部分日本政客拉拢选民 展示右翼思想的一个个人秀了 为什么这个败鬼的风潮就一直这么难以熄灭呢 它主要有三股力量 第一个是日本地方邮局的工会力量 第二个是农民力量 第三个是军属遗嘱 那这一些遍布在地方的选票 也是安倍拉拢的对象 所以安倍一直强调他右翼的言论 好 他就必须要以参拜金国神社为主 因为参拜金国神社那有很多的好处 军属的票啊 农民的票啊 邮政的票啊 那更重要的可以塑造一个敌人 所以安倍他参拜金国神社他为什么他去败鬼 而他不敢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上面进行反思 他主要就怕得罪这三股势力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在昨天晚上安倍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呢 也是就即将于今年夏天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 就表示说将不会拘泥于时任首相 村山富士谈话当中明确写入的殖民统治与侵略 以及由衷道歉等措辞这样的想法 那安倍还说了历史认识上仍然会继承村山谈话等的这些基本看法 那既然说是继承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写一遍了 那杨教授他的这种说法感觉非常的模糊 那他到底是要继承村山富士的谈话还是否认呢 那基本上他是说我继承可是我不愿意再讲了 那所以呢这也是个模糊战嘛 我们也看到当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啊 帮日本夺回这个政权的这个小权 他反而是在过去1990年代参败靖国神社最多的一个首相 他一共去了十次啊 小权可以说是在过去二十年里面 日本的首相里面声望最高的一位 那所以后面的继承者当然就有点迟税之位了嘛 就觉得说小权这招有用 我们是不是就继续这样子来来来这个学习他的这种这种这种做法 结果越走就越偏越走就越强烈 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台北演播室 我是柯竹 近来歪曲历史似乎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要务 那例如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里面 对于更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是说 把日本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 出现众多死伤者这样的表述 那他们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就我们常常讲嘛 你当你说了一个谎以后 你就要说更多的谎来源于本来说的那个谎 那我想日本现在所陷入的困境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一开始他不愿意承认 他在二次大战所犯下的这些罪行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用很多其他的这个修饰来做这样一个辩护 那尤其重要就是说他现在更改的这个是日本的教科书 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就在担心了 尤其日本自己的所做的一些民调也反映出来 那么有很多日本新一代的像现在二十几岁的这些人 他们并不认为日本必须要承担二十大战很多的责任 甚至不认为日本是去侵略别的国家 他认为日本这样做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行为 所以当这新一代人如果也建立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的话 那今天我们看到韩国中国也好对日本所做的一些指责 很可能在他们眼中就看来是一种大国在欺负他们 或者邻国在欺负日本一样 那反而会助长日本一个新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兴起 那这个对未来的世界和平来讲可能是会造成一种威胁的 所以日本如果说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正常的国家 我想他必须要跟他过去做一个切割 那这个切割最好的方式就是他承认过去所犯下的所有不对 所有的这个罪行 而不是要用各种的这种取巧的方式来加以修饰 那甚至去篡改他的这个教科书 来使得下一代对他日本人过去所做的一些措施 这个懵然无知 然后继续去重演过去的一些罪行 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河南 好的 谢谢台北人博士 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2015冲走海上丝绸之路活动 昨天在福建平潭起航 著名航海家翟莫先生和他的团队驾驶着 无动力帆船 东南卫士号出海之后 航行的情况又如何呢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听听翟莫先生怎么说 昨天是从平潭离开起航点 然后就遭遇了一次比较大的暴风雨 然后是继续航行 航行的应该说将近三十多海里的时候 就遇到了冬北几风 七八级的这种大风 风力非常强 然后我的船员有五个都破掉 然后就基本上就趴下了 而且天气是变险雷鸣 那个风浪比较大 因为风浪的原因 我们现在目前被迫停脱在厦门 现在在厦门做稍微的修整 然后今天晚上接着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